时摇摇晃晃似乎害怕被防疫人员发现 这是长期追踪情流感的导演李慧仁所拍下的珍贵画面 拿着死机简体要寄给防检局 这是12月底的画面 而这就是李慧仁追踪情流感自行采样解剖 一手包办 而他也都全程记录下来 花了百万耗十六年 在去年七月完成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 皆把努委会隐蔽疫情 甚至还当面要防检局长许天来呛瞎 要他为情流感下台负责 你凭什么当防检局局长 我印到哪一点 你告诉我 我印到哪一点 你说专家学者都有 说这是地质病性 你拿出证据出来 我不需要 你赶快把那个专家学者的那个拿出来 没有的话 我就说你就赶快下台 接着在2011年9月的影片中 李慧仁要许天来 别再硬凹 因为台湾已经是情流感高病院的国家 影片在网路上引发广大回响 这些照片 这些访谈 都可以证明 这就是高致病性情流感 而在今年1月 追踪的最新进度 证实高病院情流感 在台湾蔓延 引起各界关注 低廊不住舆论压力 农委会快刀斩乱麻 许天来终于下台一举功 而虽然情流感尚未落幕 但出声彰化 曾是摄影记者的李慧仁 深入调查报导 又毕生力量 追踪真相 令人敬佩 请大家看这是 苹果日报的一板头条 叫做情流感大爆发 农委会竟然隐匿70天 这是联合报 情流感扩大 瞒着疫情 防检局下台 局长下台 这是自由时报 报高病院情流感 隐瞒两个月 我先请教一下 陈委员 你做过总统有 副秘书长 做过国务市长 现在做的立委 这种事情 这个只有防检局 隐瞒而已吗 这个很显然 应该是 假如按照过去民营党代 处理情流感的一个经验 民营党在接政的时候 陈总统 经过高病原性的情流感 相关的这种感染 开过三次的国安会议 行政院的跨部会的会议 几乎两个礼拜 或者甚至一个礼拜 在行政院召开的跨部会 有关防治情流感的会议 隆重几次 隆重37次 卫生署的层级 召集的这种扩大情流感的 准备动员会议 总共 民进党在接政的时候 开61次 所以行政院我就请陈院长 你把你的 你到底行政院开过几次 你们说话 听话就好了嘛 马英九这几天 还吃饭相云 每天在开美丽会议 那个可以赶快决定 基于国民健康 可以赶快决定 他去开 两次 至三次的国安会 每天在开国安会 那情流感 马英九不得出来开国安会 行政院长总统知不知道 这个当然 按照民进党处理的层级 国安会 行政院院会 或者是说 这个卫生署 当然都要知道啊 我的了解 其实这个是涉及到非常严重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涉及到非常严重的 包括篡改 整个通报的规则 以及整个相关 情流感发生之后的 传染病的 这种处理的原则 你陈武雄的任内 都做过改变 所以我今天也问过农委会 过去在农委会服务的官员 高层的官员 他告诉我说 这个 至少是陈武雄 在担任农委会主委的时候 去更改 相关的通报 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相关的这个规定 同时也更改相关 有关情流感的处理程序 所以这个至少 就我现在看到的一个证据 陈武雄要负责 你知道赖 台大的这个赖秀税教授 他说这是犯罪 对 对 对当然了 废辞职务酿灾害罪啊 以及创 行政院 创改公文书罪啊 这十年以后有去途征呢 是 对 郭兄 你刚才在问说 这件事是不是黄检局局长一个人知道 我跟你说 没可能 因为黄检局局长 它是事务官 不是政务官 这好像不像 人传来在心流感疾病的时候 是这个疾病防疫局局长一个人知道吗 是 因为那台通报 它实际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嘛 什么程度 你才报上 也不是一个局長 爱的路 会加到很多文官 事务官 打了一个事务官 说会好多 我一生的公务人员 只为了这件事 大家犯罪 大家抓去鬼 退休金也没去 没有这个事务官 跟这样 你看 房源氏 其中一路台而已 辞职而已而已 他钓子 他不是公务人员没人做 不是局势匠抓起来 不是 他就有大家扶植 表示我一间承担啊 事情是这样耍吗 那时候 去年十二夜的时候 选丐回到年的时候 你想想看 中华到南岛 港都没有孝蜜人去搞 没有人知道在过 过程里面的死 几万这么过 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防疫局 架起来 局长只可以暗篇 也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对这个记者 表示最大的劲配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记者了 你说 过程中 这几年他进入这个时 他不断断进去 人家要收尾 也能抵制这个黑党 可以对什么什么 什么类伏格 他可以抵抗到这个 同样 跟他防疫局在对抗的时候 我们来说了 这个整个官僚 什么人应该扶最多的这个 我今天不客气他说 所有的媒体 你应该扶 共犯的这个 你把暗篇这些问题 暗篇很久 没有一个媒体 说的 可以说全什么 这种问题 可以让暗篇这么久都没办法 所以你只要问 说 马英九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 你想说还有什么东西 如果连牛肉的所有人 跟这次的情流感两样的事情 你知道他在政策上 还有多少 不让台湾人民知道 你怎么可以怪媒体 媒体采往新闻又不一定采往得到 不对 不过你看看 我们不求的事情 你先看看 多少人只能够同时 那段时间已经发生多少 国家台数 没有人要去插 郭忠祥 冗委会主委知道吗 当然是知道 你可能都不知道 这件事如果 这是犯罪 如果说 黄义基机长 如果不说 向丁思来报告的时候 那些罪大会害怕 我相信黄义基机长 不敢这样做 这不是以待 可以扛起来的东西 那总统知不知道 你想我当时 当时总统参与自政 行政医生 最不一样就知道这个事情 那一段时间 你把各个条件都在练习 连民政党的政客 在抹水器2元 抹水器2元 抹水器2元 整天刚刚在买这种东西 对这么严重的事情 既然没有一个丹尉 没有一个人说 可以去查这种东西 我也觉得很奇怪 是 徐老师 黄义 我觉得国庄大会讲一个问题 70天前 如果那时候爆发 如果像刚才陈委员讲的 这个层级是国安层级 马总统什么报告 搞不好上面都有 那时候选举不处理 我的意思是说 这真的只是防检局在隐匿吗 这个没有政治上的隐匿吗 那时候还讲说怕崩盘 我就想说是怕机架崩盘 还是怕马总统选举崩盘 最近过年这段期间 过完年后这段期 很多流行性感冒 像我家就三个人 三个人就感冒 小朋友 大人 老人都感冒 黄义 我在问 那这跟这个禽流感有没有关系 今天专家说不会鸡船人 谁知道 当时也说鸡没问题啊 现在鸡有没有问题 现在鸡有问题啊 今天姓氏但是说鸡船人没问题 叫大家安心吃 那你怎么知道最近这波感冒那么严重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没有人知道 现在专家不能信 黄义 你刚才看VCR 哇 局长摊在那里说 你有证据吗 对不对 那记者在质疑他你有证据吗 记不记得那时候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扣印进来怎样 教训我们 他是专家跟你讲 你知道收入金有几种吗 更早 那时候新生高的时候 他说我来教你们 对啊 新生高那个谁 秘书长 杨锡安 杨锡安也说哇我几十年工程 哎红义都专家耶 他说你们不专业 你们不专业耶 最后谁被告 最后 陈宝基现在为什么不出来讲 最后是谁要下台 防检局下台 所以我意思说 今天马上九月说 美牛听专家 红义这些专家 专业的下台 不专业的揭发 对啊 我的意思说 这些专家可以信吗 这些专家你背书美牛 每个人把你研究经费拿出来看 拿国客会 拿农委会多少钱 没有拿一毛钱 才有资格讲话啦 老实这样讲 这叫利益冲突 所有人都懂 红义 听说农委会 本来还要告这个记者耶 对 五入公鼠 五入公鼠耶 我的意思说 这个政府很厉害耶 他不重听的 揭发真相 打压你耶 马中午今天晚上 你不是要开美牛啦 你今天是要把你这些部会找来说 到底出什么问题啊 而且你要公开承认 70天前 你马英九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你落选举的时候 他知道 一方面在打雨昌 一方面在打 民党那个事实的广告 确实你是证据学的博士也是教授 你判断总统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情流感这个事情 非常严重 WHO都要求通报的哦 最近有很多电影很多 新闻片都在演这个事情哦 这是会跨界传染的哦 马英九会不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觉得哦 一个局长下台太简单 所以局长下台 之前任务会也有当局长下台 现在在当农会主委的啊 我一直说下台可以解决问题 我觉得哦 这个问题 同一批人处理这个 会处理成这样 处理美牛 你像他同样都专家哦 都跟你讲专家意见 专业意见哦 你好 徐老师讲的不是违言耸听哦 实际上我电台今天也有听他有口语 他怀疑哦 今年农历年前 那一波流行性感冒 他怀疑 搞不好跟禽流感有关 其实这很简单 卫生署疾管局 你只要把两种病毒的 基因排序做出来 专家一看就知道也没有关系 我们不敢讲一定有关 但是也不能排除它有关 所以 希望卫生署 现在农委会已经拼了 为生死你要管理好 因为我不相信说这个事情 只有许天来知道 许天来是一个事无关 他一直要退休了 我一个要退休的人 我退休可以领月 退休可以领18% 公务领域 退休筋筋算算 一个月领七八万八九万 我为什么要去扛这种事情 其实台湾 尾口提议到SARS以后 不管是人 或是动物的传染病 其实政府都有一套 标准作业程序SOP 都有 什么样的状况 要通知到什么样的斩计 都有规定 政党虽然轮替 但是基层的公务员没有轮替 基层的公务员一定是照规矩办事 农委会大家回想看看 农委会在这次总统选举很忙 先打苏家全的农舍 再来是民进党的水果阅历文宣 这都跟农委会有关 农委会你在忙什么 你在忙着帮马英九助选 你把这个这么严重的 那个女生是不是香蕉农 对 你把这么严重禽流感的疫情 竟然可以隐匿 现在大家讲说隐匿70天 不好意思喔 刚刚伊电市拿到李慧人提供给他的资料 不是70天 是772天 两年 2010年2月就已经知道了 会议记录人家李慧人都拿出来了 上面就写着高病原的情流感 可是通报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是通报低病原 700几天 那请问 今天台大的赖秀税甚至怀疑说 有可能隐瞒三到四年都有可能喔 请问农委会还有多少是瞒我们 还有 这个政府到底多少事情你欺骗我们 到这准 今天如果不是李慧人弃而不舍这样追踪 我们也知道说台湾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是说我称委员 你这种听吗 对 我我不知道 学会 我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是骗什么 你的记忆 鸿宜我印象很深刻 古年 从年底 就是总统参丁 有一个阶段的技能价值很高 譬如当记者去问农委会 说有什么最近技能价值很高 农委会说 没有啦 因为我们技能品质很好都外销 所以台湾内销的市场 蛋就变少 所以技能价值更高 李慧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起心动念去拍情流感 就是因为 他感觉说 技能价值很高不对 他的预感说可能情流感 开始去流感 真的去流感 农委会你连这种事情都敢骗 请问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身体里面 搞不好已经吃了这个H5N2的病毒在身体里面 美牛他没有骗你啦 美牛你怎么知道没有骗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骗 他到底为什么要开放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跟他 这个事情既然现在压力锅掀开了 独料这个陈委员塔德公文 我建议民进哪一件事情 这个农委会比经济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甚至立法院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调阅小组 把所有情流感相关的公文调阅出来 看谁有盖章 谁有看过这个公文就知道最后谁知道 马英九知不知行我不敢保证 有农委会有没有网上承报 对 但是同意我说 马英九知不知行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跟你说 平静议长有绝对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老师兄 我如果判断总统也知道 总统不太可能国家发生情流感而他不知道 现在看不到啊 检察官介入以后全部都是机密 侦查不公开了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